各位美丽心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 就是我们佛光年宵 提早一周 因为到时候我们除夕的时候 所有的义工 大概有五百位义工都要在到场忙 所以先把这个年宵准备好 让他们先过个小年 那当天也来了很多朋友们 我想比较受欢迎的 其中的一个摊位 就叫做许愿树 在观音菩萨的坐前 然后发愿写上自己的心愿 然后挂到我们那个牌楼 坐起来搭的那个景 就请观音菩萨加持 这个愿望可以实现 那么讲到这个许愿书的祈愿卡 我想到我在前两年 我还在总本山 就佛光山在台湾高雄的总本山 那么因为大雄宝殿 大碑店都有这个许愿 那我就很好奇去看 那些许愿卡一个一个上面写什么 这么巧我就看到 因为看那个字比较可爱吧 我看一下写什么 小朋友的心愿 很巧连续两个 不晓得是不是同一家人 就写着其中一张写 说长大要做有钱人 另外一个说 希望菩萨保佑 我以后会很有钱 怎么会 刚好都是谈这样子 我想这个所谓 国以民为本 民以实为天 当然把这个 三餐温饱这些照顾好 这个是民生的基本需求 但是呢 如果就这么 小朋友 就下一代 他什么都为钱试问 就是那么的 这种功利的话 当然要赚钱 没有钱是不能生活 但是说只有为钱试问 那这个价值观 我就觉得是不足取 是有修正的必要 当然过新年 大家许什么愿都无妨 但是我想除了钱以外 应该还要有 至少你许愿卡 上头没有写 你心里头要有这些观念 要有一些东西 是除了钱以外 而你认为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讲说钱 金钱 金钱你可以买得到 百万豪宅 但是你买不到安心 买不到家庭的温暖 你可以买得到 这个名牌服饰 但是你买不到气质 你可以买得到钻石名表 但你买不到生命 你买不到时间 你也可以买到 那个相金相钻的 什么大床 但是你买不到 一夜好眠 这好眠 就是你买不到一个好叫 睡一场好叫 所以我想有些东西 我们虽然都讲 爱恭喜发财 都希望大家都大富大贵 这个心想事成 但是除了金钱以外 真的有一些东西的价值 它不是金钱 所能够估算的 在这里我要引一段 佛经里头的对话 这次对话不是佛弟子 对佛陀的问答了 而是在天界的 这个大梵天神 这梵天神 他们来听佛陀说法之后 就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经文比较长 我截取 这个大概一部分吧 三分之一的 我把三分之一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佛陀是怎么样回答的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经文里头说 在梵天问 什么是最锐利的箭 什么是最剧烈的毒药 佛陀回答呢 恶口就是骂人的恶口 是最锐利的箭 贪欲是最剧烈的毒药 那梵天又问 什么人获益 就获利或利益最大 什么是损失最大 佛陀回答呢 不失的人获益最大 贪得无厌的人 还有受失不报 受人家恩惠而不回报的 这是损失最大 那梵天问 什么是最阴险的贼 什么是最珍贵的宝藏 佛陀回答 恶念 这不好的邪念 恶念 坏的念头 是最阴险的贼 会偷掉功德 那道德是最珍贵的宝藏 梵天问 什么是最有引诱力的 最吸引力的 什么是最令人讨厌的 佛陀回答 善良善美 是最有吸引力的 那恶是最令人讨厌的 梵天又在问 什么是世间死亡的原因 什么是最能破坏友情 什么是最厉害的病症 什么是最好的医生 佛陀回答 无名是死亡的根本 嫉妒 和自私 最能够破坏友情 恨意 怀恨 是最厉害的疾病 佛陀是无上的医王 这已经一连串 就问了很多问题了 这梵天 最后 他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他说 什么东西 这个世间上 什么东西 是火烧不坏 水净不烂 风吹不碎 而且他还可以再造宇宙的 佛陀就回答三个字而已 是福报 也就是说福报 当一个人拥有福报 福报具足的时候 任何的说火不能烧 水不能烟 这风不能碎 而且可以 就是在深层的一切 在造一切 包含宇宙 像这样子 我在这里 看着那个许愿卡 上面写着 因为小朋友的字写着 所以希望当有钱人 希望以后有钱 我想如果要 事事顺利的话 必须要有福报 那福报是修来的 不是求来的 当然借着一年 这样的许愿的机会 请求佛菩萨加持 是很好 但是还要知道 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句话讲 说修福不修会 大象披音落 修会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所以真正最珍贵的宝藏 刚刚佛陀的回答里头 道德 一个人的美德 内涵最宝贵的这个宝藏 一个人能够拥有福报 拥有智慧 那么他的人生才能够圆满 因为下个星期六日 应该讲就是 讲起来后天 就是除夕夜 那我相信按照过去 大概这两万多人 要到佛光山来 欢迎大家共同来许愿 在您为新的一年 许愿的时候 希望大家知道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